早安 我 可以见证这个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 他们是怎么样去合作 去欺压人民 我只要用三 三个形容 一个是可悲 可护 跟可耻 为什么是可悲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市长 他有着民党 那个光环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想刚刚徐老师你讲得很清楚 前正体他跟李同源还正论说 我不是 刘振宏 没错 他们当然不是刘振宏 要刘振宏只说 有九十八点多的 居民同意 他现在竟然可以说 百分百的居民同意 那他自己过之也无不及了 但他不是只刘振宏 那如果大家可以注意 那个主流媒体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蓝铁案的报导 是非常少的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主流媒体 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应该很清楚 他们也做了很多功夫 这个 这边也不方便带多讲 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着这个光环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可以确定 如果他不是刘振宏 就是我们未来的马云九 这个是可悲的部分 可悟的部分是 大家如果看到 我们的附件二的部分 他提到那个 监委 我们在可悟的部分是 民众被欺压了 曾请无门 监委怎么说 难是否所办工程论坛 或民众充分了解与支持 我看到个傻眼 因为我当天走在场 当天有几个民众可以进去 没有 我们除了实际上老师 还有战顺官的律师 还有几位代表像陈老师之外 有什么居民 我们其他 有在外面声援的朋友 连看到市长的面都看不到 他里面是什么工程论坛 他找了三个 我们台南在地的校长 我简单说 讲的客气一点 就是一个摩托大会 就告诉我们几个大学的校长 跟老师们 我们现在就开工程论坛了 有什么你们现在要讲 之后就不要再讲了 这是什么样的工程论坛 我们一开始希望说 开神移民主的会议 后来希望说开听政会 那从来都没有去正视这样的要求 那我觉得可问的地方是 被欺压的民众 曾请无门 然后监委 刚刚陈老师也提到了 他基本上就是佩额演出 最后最可耻 为什么可耻 我们看看客气面 我们的那个 你看 我们叫四句话 这一次句话里面 他所说的基本上都是谎言 那我们来 那个去前世讲 那 那 为什么是谎言 很简单 告诉大家 看看 他所说的是什么 他说 人德断已经完成查雇发架 并无任何民众反对 很显然 这个是说法 我们刚应证明 那我们可以回想 乐生 乐生是什么样的情形 其实我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的问题 不只是在 马英九 2008年执政之后才发生 其实一直都有 从乐生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是怎么样配合 去掠夺这个土地 这我们乐生 也很明显看到了 那个机场 根本就不需要 盖在那个地方的 他在 骗这些居民挖来 大片土地之后 现在 搞到乐生要移山了 也没有去补救 我们不想看到一个一个 悲剧 大虎悲剧 台湾红城的悲剧 一再的发生 我这边呼吁 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 到赖市长 到他的幕僚 你们大家问问良心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是说 台湾市升格之后 别的县市要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台湾市是一个文化古都 你把这些很粗糙的 发展主义 带来我们的 南市的古都 什么东西都去拆 我没有什么特色 我想 希望大市长 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这边正中呼吁 我们应该三大于居民 我们要重新来思考 这些被欺压的人民 他们所受的痛苦 到底是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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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